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金融界的健身潮 投资者练起哑铃 二、股市的心理战 投资者变身心理学家 三、货币政策的魔术秀 央行当魔术师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金融界的健身潮 投资者练起哑铃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金融界的这股健身潮 投资者练起哑铃 首先,我们的承认 金融市场就像一个大型的健身房 投资者们就像是那些想要锻炼肌肉 增强体魄的健身爱好者 在这个比喻中 哑铃就代表了投资者手中的各种金融工具和资产 首先,想象一下 一位投资者走进金融市场这家健身房 他的目标是增加财富的肌肉量 提高资产的体能 他可能会开始从小重量的哑铃 也就是低风险的投资 比如债券或者定期存款开始 随着经验的积累 他可能会逐渐过渡到更重的哑铃 也就是风险和回报潜力都更大的股票 期权或者是加密货币 但是,就像健身一样 金融投资也需要正确的技巧和策略 如果不了解正确的投资方法 就像是错误的举起哑铃 可能会导致财务受伤 甚至是资产的肌肉撕裂 因此,投资者需要不断学习市场知识 保持对经济动态的敏感 就像健身者需要了解人体解剖学和营养学一样 有趣的是 金融市场中也有所谓的健身教练 金融顾问和投资经理 他们会根据投资者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 制定个性化的投资计划 帮助投资者选择合适的哑铃 并指导他们如何正确锻炼 当然,就像健身房里总有那些喜欢炫耀的人一样 金融市场上也不乏那些爱炫富的投资者 他们可能会大肆宣扬自己的投资收益 就像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六块腹肌一样 但是,真正聪明的投资者知道 持之以恒和谨慎的策略才是保持财富健康的关键 最后,我们要记住 无论是健身还是投资 都不应该追求快速的短期效果 长期而稳定的增长 才是真正的成功 所以,亲爱的投资者们 当你们在金融市场这个健身房中 举起你们的哑铃时 记得要有耐心,保持节奏 并且永远不要忘记风险管理 这个健身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毕竟,财务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 都是需要长期努力和智慧才能获得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股市的心理战 投资者变身心理学家 各位同学 投资者 还有那些偶尔在股市中迷失方向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寄爱又恨的话题 股市的心理战 是的,你没听错 股市不仅是财富的战场 更是心理学的实验室 在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心理学家 也可以是实验对象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个叫做羊群效应的现象 这不是说投资者都变成了羊 而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很像羊群 一只羊跳过栅栏 其他羊就跟着跳 一只羊跑向悬崖 其他羊也可能跟着跑 在股市中 这种现象体现为大家盲目跟风 不管是买还是卖 往往是因为别人在买或卖 而不是基于自己的分析 这时候 投资者的内心系 可以比肥皂剧还要丰富 接下来 我们要说说损失厌恶 人们对损失的厌恶 远远大于对同等收益的喜爱 这就像是 你掉了一块钱 在地上可能会心烦一整天 但捡到一块钱 可能只会开心几分钟 在股市中 这种心理会导致投资者 在股价下跌时过于恐慌 而在股价上涨时过于谨慎 常常导致割肉 卖出和追高买入 最终伤痕累累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叫做确认偏误 这是指人们倾向于寻找和记住那些 能够支持自己 预先设定观点的信息 在股市中 这就像是 你买了某只股票 然后无论是打开电视 翻报纸 还是上网 似乎所有的消息 都在告诉你 你的选择是对的 即使有反对的声音 你也会像老司机一样 巧妙地绕道而行 避开这些杂音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过度自信 这种心理在股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许多投资者 在赚了几笔小钱后 就开始觉得自己是股市中的巴菲特 开始大举操作 结果往往是满仓劲 空仓出 最终成为股市的 韭菜 总之 股市的心理战是复杂而又微妙的 作为投资者 我们不仅要学会财务分析 更要学会自我分析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市场中 保持冷静和理性 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 记住 每次交易前 先和自己的心理做一场深入的对话 这样你才不会在股市的战场上迷失自我 最后 祝大家都能成为股市中的心理学大师 而不是心理战的牺牲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货币政策的魔术秀 央行当魔术师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今晚最令人期待的表演 货币政策的魔术秀 在这个神秘 而又充满惊喜的舞台上 我们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日益基业在金融世界中 操纵着经济命脉的央行魔术师们 首先 让我们热烈欢迎穿着正装 手持魔杖的央行魔术师 他们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者 更是经济稳定的守护者 他们的魔术箱里 装满了各种神奇的工具 比如利率 准备金率 公开市场操作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用来施展魔法的 秘密武器 首先 让我们看看最经典的魔术 利率操纵 当经济过热 通货膨胀的怪兽悄悄逼近时 央行魔术师会轻轻挥动魔杖 提高利率 就像施加了一个冷却咒语 让借贷成本上升 人们的借贷欲望降低 经济活动放缓 通货膨胀的火焰就会被扑灭 反之 当经济萧条 失业的幽灵 在街头徘徊时 央行魔术师会施展另一种魔法 降低利率 这时 就像是施了一道 生长咒语 借贷成本下降 企业和个人的借款意愿增强 投资和消费活动得以提振 经济就会慢慢苏醒 但是 央行魔术师的表演远不止这些 他们还有一项特技 那就是量化宽松 当传统的利率魔法失效时 他们会从魔术箱中拿出这个大招 通过购买大量的政府债券 和其他金融资产 央行魔术师将大量的货币注入市场 就像是在经济的血液中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刺激经济恢复活力 当然 央行魔术师的表演并不总是完美无缺 有时候 他们的魔法可能会过头 导致资产泡沫 或者货币贬值 有时候 他们的魔法可能会失效 经济依然低迷 这就需要他们不断地学习和适应 精进自己的魔法技巧 最后 让我们记住 尽管央行魔术师们的表演充满了神秘和力量 但他们也不是全能的 他们的魔法需要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施展 而且还需要公众的信心和合作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经济舞台上 央行魔术师们的表演 永远充满了挑战和未知 那么 各位观众 今晚的货币政策 魔术秀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在欣赏了这场精彩表演后 能对央行魔术师们的艰难工作 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记得 下次当你看到新闻里央行又改变了利率 或者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时 不妨微笑着想一想 又一场魔术秀正在上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金融界的健身潮 股市的心理战 以及货币政策的魔术秀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 金融世界中的各种有趣的现象和相似之处 在金融界的健身潮中 投资者们需要像健身爱好者一样 持之以恒地锻炼自己的投资技巧和知识 而对于股市的心理战 投资者们需要学会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保持冷静和理性 最后 在货币政策的魔术秀中 央行魔术师们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经济和市场的走势 总的来说 无论是健身 心理战 还是魔术秀 都需要时间 耐心和智慧 金融世界和现实生活一样 没有捷径可走 成功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学习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现在是你们发言的时间了 你们对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和分享我们的观点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